一画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禅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人过了50岁,心里越来越成熟,财富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积累。 到了这个时期,中年人和年轻的时候相比,少了些年少轻狂,多了些沉重稳健,也算是见多识广,不说大风大浪无所拒,但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了。 面对很多艰难险阻,基本上都能做到处遍不惊,但是,所谓人无远虑,必有机忧。 到了中年,身体逐渐衰弱,能力逐渐不济,人们也难免会被各种各样的糟心事所困扰。 其中最让人感到害怕的,就是这三件事了。 无论哪一件事情发生,都像是五雷轰顶,足以让他们伤心欲绝。 1.梅钱花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现年六十多岁的何阿姨,年轻时因为转正的指标不够,没有交养老金。 从原来的单位离开后,何阿姨曾尝试打零工赚钱。 没想到,丈夫和公公都嫌弃她干的活低贱,不乐意她抛头露面。 没办法,何阿姨只能待在家里,照顾有脑穴栓后一正的公公,和尚未成年的女儿。 日子已患过了十年,这期间何阿姨没有任何经济收入,日常花销的钱全靠老公赠。 后来何阿姨的公公去世,家里签下一大笔债,万般窘迫下,何阿姨只能继续出去谋生。 她找了份家政的工作,每天省吃俭用,还要给老公交养老保险。 因为早出晚归,生活压力大,和阿姨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,她的腿走多了就疼,疼得不行的时候,她就用手揉一揉,砸一砸,再买点便宜的膏药贴上。 至于为什么不去医院,是因为她没办法报销医药费。 好不容易忙活到了六十多岁,和阿姨帮丈夫把保险交完,才发现对方婚内出轨,把钱都拿到别人身上花了。 和阿姨又气又委屈,可她又离不了婚,因为她大半生的积蓄都给老公交养老了,离婚后她拿不到对方的钱,日子更不好过。 那么,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晚年没钱的问题呢? 以下是一些应对措施,尽早规划财务,越早开始规划财务,就越能够建立良好的储蓄和投资计划,以确保到晚年有足够的资金。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规划自己的财务,可以请专业人士的帮助,如理财师或投资顾问。 储蓄和投资,一个好的储蓄和投资计划,可以帮助您积累足够的资金,以应对晚年的支出。 您可以选择定期存款,股票,基金,债券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来分散风险和获得收益。 但是请务必注意,投资有风险,投资前请做好充分的调查和研究。 节约开支,一个有效的节约开支计划,可以帮助您在日常生活中节约支出,为以后的储蓄和投资留下更多的资金。 您可以尝试减少吃外卖或去餐厅的次数,或者选择更为实惠的购物方式等。 保险计划,一个好的保险计划,可以帮助您应对不可预见的风险,如疾病或意外伤害。 您可以购买医疗保险,意外险或人寿保险等来,保障自己和家人的未来。 考虑房产,房产是一个有价值的资产,它可以为您提供收益和稳定的租金收入。 如果您有足够的资金,可以考虑购买一套房产来作为投资。 最后,我们需要认识到,规划财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它需要时间、精力和专业知识。 但是如果您能够尽早开始规划,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保障自己的财务安全,那么到晚年就不必担心没钱的问题了。 因此,如果您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财务,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好的时机。 二、常生气,有研究表明,人类已知的疾病中,超过80%是由情绪引发的,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情绪就是生气。 正所谓,情绪越坏,身体越差。 老人经常生气,还可能导致心脏病,高血压,甚至还会出现脑珠血的情况。 有一位网友说,我爸爸67岁了,这几年脾气越来越大,一点小事都能让他大动干活。 有一次,我妈参加同学聚会,花了一百多块钱,她就和我妈冷战,到处摔东西。 还有一次,我妈做饭,没听到她问话,她就气得把手机关了,骂骂咧咧个不停。 因为气性大,外加有些是弄不明白,我爸吃过一些亏,还得过脑出血。 我们都劝她少生气,但她就是改不掉。 再这样下去,好怕她又犯病啊。 常听人说,百病皆生于气,上了年纪,还一身坏脾气,不仅自己糟心,家人也跟着泪心。 刘贵英老人出生于1911年,38岁丈夫去世后,她一个人拉扯七个子女长大成人。 不管生活遇到什么磨难,老人都坚强地走了过来。 大儿媳妇张传芳回忆,从自己嫁到这个家里,婆婆就很少和自己红脸,更不用说吵架了,以前日子虽然苦,但是一家人都以老人为榜样,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 她也很好,没有脾气,不大说话,就是爱干活。 张传芳说,老人现在眼睛不花,身体非常灵活,只是从去年开始耳朵有点背。 而且,老人现在还能自己做饭,一天能吃三个馒头,胃口也特别好,各种肉类都吃不够。 据了解,老人现在自己能做饭,修收能帮助孙子家八玉米,摘化生,身体很好,她而孙都很孝顺,现在全家已经有48口人。 刘贵英老人107岁了,有没有长寿的秘诀呢? 而女们都说,老人一生豁达,很少与人争吵,也许正是这种乐观的心态,才让老人的身体一直强于其他同龄人。 另外老人还热爱劳动,比年轻人还爱动担,这也是老人常说的原因吧。 是啊,这世上没有什么事,值得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内耗,也没有什么人,值得你反复用坏情绪折磨自己。 做个情绪稳定的老人,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,也是对家庭的最大贡献。 其实,人生是否幸福,往往不在于物质是否丰富,而在于我们看待生活的态度。 上了年纪后,学会调整心态,不再为一点小事耿耿于坏,幸福和好运自然会分支它来。 三,无人关心,常言道,恕老怕哭,人老怕孤。 年老多病的年纪里,没有什么,比孤零零地生活,更让人感到凄凉的了。 想起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,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自诉,我呀,现在一个人太孤独了。 我的女儿在美国,儿子在广州,我的孙子有八个,他们都不在我身边。 他们为了生计,为了他们的家庭,不可能为了我就不干活了。 可是,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过下去了。 我现在一个人,一天三餐饭,都懒得做了。 过去呀,人家都说我做饭最好吃,现在我连自己吃都觉得不好吃了。 让人听着难过不已。 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,或许是一种潇洒的姿态,但对于老年人来说,却是无尽的空虚。 独居在家的老人,害怕生病了无人照顾,害怕摔跤了无人福气,也害怕想聊天时无人在旁。 或许有人会问,为什么老年人不培养一份兴趣爱好,总把情感寄托在晚辈身上呢? 道理听起来没错,可做到这些,对于一个眼花了耳聋了,甚至连路都走不利索的老人来说,是何其可可。 就像作家甘北说的,年轻人又要怀着怎样的自私,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老人,像百里冲刺一样,不断跟上子孙的步伐呀。 他们体力不济了,他们真的跟不上了呀。 晚年自由自在,游山玩水,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状态,因为它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,有钱,有自由,身体健康。 可总有一天,连山水都看不动了呀,人缩成一个剪影,坐在角落里,坐在阳光下,一切近在眼前,一切远如天边。 心酸又真实,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,每个人都会有感到无助的时候。 没有人会希望到那时,自己成为世界的局外人,被身边人遗忘和孤立。 别以为有钱有势就可以高枕无忧,再多的金钱,也买不来家人可亲的温暖。 也别以为清闲无事就可以潇洒生活,再多的潇洒,也比不过有人知冷暖,有人懂悲欢。 人都是感情的动物,我们只有和别人建立联系,才能感觉到自己真实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 所以,在来得及的时候,多给家里的老人一些温暖和陪伴吧。 别让他们在苍老的阴影下,反复咀嚼孤独的痛苦,迷茫又无助地,等待死亡的降临。 人人都会老,就像人人都会死一样。 但比起死亡,老人最怕的就以上三件事情,因为人死了可以一了百了,可人活着经历这三件事情,却是有苦,只能救在心里。